每一位女生 每一位女生 不少家裡都有小朋友 作為家長, 我兒子今年七歲 他跟很多朋友一樣 參加不同的興趣班 我曾經想過給他很多機會 左鞠右鞠, 參加不同的興趣班 但直至兩年前有一天 我透過最少兩個興趣班看到 原來他生活的細節 他自己掌握不到 而我也疏忽了 我通常星期六 抽時間球場看他練球 整班小朋友和教練練球很開心 左撲右撲 但直至我發現 我兒子在中圈那裡突然停了 原來他的鞋帶鬆了 他試過綁起來 但綁起來也綁不起來 原來不用想了 一定是我工人姐姐太幫忙 幫他綁鞋帶 還有 原來他一直以來 沒有學過自己綁鞋帶 我心想 即使球技好像美師一樣 會飛也好 如果鞋帶也不會自己綁的話 很麻煩 好幾次我看他的武術班 初級武術功夫班 他穿著功夫袍 在我心目中 功夫袍是象徵著 深厚的武術文化 特別是中間那個列 其實有一個學紋 但我觀察過幾次 為何兒子的腰帶綁 都綁得不好 我心想 一定是工人姐姐 也是太細心 那次之後 我經常想 為何幫我小朋友 盡量爭取學習獨立 直至機會來了 有一次一班義工推動了 大家一班人去到茶果嶺村 去探那裡的獨居老人 茶果嶺村 是一個比較細小的村落 不是什麼大街大巷 都還有鐵皮屋的位置 那次是我兒子 第一次近距離 觀察一個獨居老人 怎樣很有自信的生活 我絕對相信 那個獨居老人 一定能夠自己綁鞋帶 自己穿皮帶 那次也是我兒子 第一次走出一個太舒服的環境 遲節之後 我嘗試鼓勵他自己綁鞋帶 自己穿功夫袍的腰帶的時候 他都能夠慢慢地學習 不少人最近說的 叫什麼公主病 其實就是公道地說的 坦白說 我兒子都差點有王子病 太過依賴了 大家想到深一層 如果公主也好 王子也好 他們去到荒島 又能不能能不能 很多家長 想說什麼王子成龍 希望子女有少許的成績 但往往可能忽略過細節 不如這樣 由今天開始 我們學習由細節做起 讓他們的孩子 學習怎樣獨立自主